欢迎回来 明天7月1号也是大学指考开始的日子 气象局就预估了未来一个星期的天气都是晴朗炎热 高温呢介于33到35度之间 所以提醒考生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小心中暑 而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呢 范围虽然是逐步的减少 不过还是提醒外出的民众要期待雨具 趁着上午天气还不错 气象局外 家长带着小朋友搭上地震体验车 感受一下地震的威力 但对周二起要面对三天大学指考的考生跟家长们来说 可就没这么轻松了 除了关心考勤 天气因素也不能忽略 明天一直到这个周四是大学指考的时候 大家各位考生还是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多补充水分 小心中暑的清醒 另外午后雷震雨的范围 虽然说逐渐减少 不过还是偏向山区 在西半部的山区跟东北部的平地山区 都还是会有午后雷震雨发展的情况 预计未来这一周来说 在西半部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3到35度左右 东半部地区32到33度 甚至连外岛地区都有30度以上的高温 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多补充水分的清醒 一连三天的指考日子 唐曼各地白天高温都会在33度以上 仍然相当闷热 除了考生要多补充水分 陪考的家长们也要做好防晒工作 午空外出时也别忘了要吸带雨具 以免凌晨了诺唐级 新唐人咬的电视 陈静焦姚汉语 唐曼台北报导 请 感谢观看